大家都說中國是基建狂魔 告訴大家 只有中國能夠超越中國 這不是在講大話 這是真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金塘海底隧道 你光看一下 這個非常巨大的一個建設 這是浙江寧波呢 到舟山鐵路的 永舟鐵路的一個 金塘海底隧道的寧波側 現在完成了指標性的 這是手段的全斷面 這是什麼 櫻安岩 一種火山岩 地層挖 絕境 因為這個隧道很難挖 因為它的地形非常的複雜 然後在這邊你要看到 它有跨海的部分 然後平常在挖的時候 其實海浪也很大 它是被稱之為 世界上難度最高的海底 各位高鐵隧道 好 我們接下來看 西起寧波北輪區 東到舟山的金塘鎮 這個全長16.18公里 裡面包含了 世界上最長的海底高鐵隧道 長度僅次於 鷹法海底隧道 日本的清寒海底鐵路隧道 但是特別後面有標註 這兩條隧道的運行速度 不到高鐵的標準 所以呢 最難的地方啊 最深的地方呢 是在地面 這個它說 最大的埋深是78米 相當於一個指甲的這個小面積 大小的隧道要承受7.8公斤的水壓力 所以也被稱之為 鐵路版的港珠澳大橋 未來建成之後 全長77公里 它的時速250公里 預計2028年就可以通車 這一通呢 來各位 從這裡 寧波到舟山 只要30分鐘幫你搞定 實現了建構浙江省 一小時交通圈的重要通道 你看是不是只有中國 能夠超越中國 這麼複雜的一個高鐵的構型 其實這不斷的挑戰 也就是這個海底隧道 越鋪越長 那除了工程技術的 那個不斷的創新之外 那另外的也就是國家對於 這個基建的一個方向的確認 大家不要忘了 引金上號的基山 金台高速公路 金台高速公路 是從北京到台灣 那到台灣 那中間難道是用 船隻接駁嗎 不 要挖海底隧道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深中通道 那其實它有24公里 其實是在 也是就是海底隧道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那個金塘海底隧道 它16.18 這個技術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看到 這個永州 這個海底隧道 也沒有問題 就是一段一段的克服之後 接下來就來克服 平潭到新竹 這之間最短距離 68公里的這一個 台灣海峽的 金台高速公路 或者是高速鐵路 按照他們的一個設計 也就是 可以同時通行 這個有關於公路 以及鐵路的部分 其實這個最大的部分 技術困難 剛剛講到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壓力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它的速度 不到高鐵的標準 因為它如果是 以高鐵的標準 進隧道的時候 它會產生暴震波 那這個也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 承受這麼大的一個暴震波 這麼高速的 在隧道中運作 所以它的速度 沒有那麼快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就除了壓力之外 還有溫度的問題 像這一種 無論是在山體裡面 或者是海底裡面的隧道 高溫是另外一個問題 也就是它的溫度 可以高達60 那個60度以上 那這個也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在裡面運作呢 沒有多少人啊 那剛剛 帥將軍已經先提過一件事了 也就是全斷面的一個挖掘機 那在這個挖掘機 也就是我們現在大家在螢幕上面所看到的 其實它在操縱室裡面 吹的也是冷氣啊 那它的這一些 我們這一些 箱在旁邊的這一些水泥塊 也是這之前就在外面做好的 其實也就是這一種 不斷的技術創新 推動的中國大陸 解決這一些基礎建設的問題 讓無論你是住在深山 或者是住在一個港灣之外 都能夠享受國家的經濟進步 那這樣就可以推動整一個 整個國民啊 都享有同樣的經濟水準 而不因為你住在窮鄉僻壤 然後你就沒有辦法開發你的經濟 例如說前一段時間啊 那看到看那個跟我那人追一部劇 叫做幸福到萬家 那其實他也就是在講說 類似這個樣子 然後讓著這一些靠著農家樂啊 或者是當地特產 慢慢變富的這一些 比較偏僻的這一些鄉村啊 那就是要靠鐵公路 那當然啊 我們臺灣的酸民從來不缺 這些話題啊 他說有非常多的 無論是這一些高鐵 或者是捷運 為什麼有些站從來不開 那但是站都還沒有 那個實際開放使用 但是站已經蓋好了 這就是不懂了 這個整個都市計畫都已經做好了 只是現在人還沒有慢慢的 擴張到那個地步 等到人流到達一定程度的時候 那一個站就開了 這個就是大家不了解的地方啊 那當然大家有人說 如果你蓋好了金台高速公路的話 那是不是那個戰車就直接開到臺灣來了 不要忘了 現在剛剛我們前面講 現在全大陸只有兩個人在講和平統一 哪兩個人 第一個也就是習近平主席 第二個也就是王滬寧 只剩這兩個人 那如果這兩個人現在都不開口 變成主國統一的話 那我們臺灣真的終須面臨一戰 從這個基建也講到了 整個大戰略的方向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這個禮拜有兩件大事件 亞萬高鐵通車一週年 時間過得很快吧 還有一提 之前兩年前 我曾經問過帥將軍 來 環沙漠鐵路通車 將軍 兩週年了 還記得嗎 當時候 這喀什到和田 正是比較早的 2010年就有了 然後慢慢的 和若鐵路 然後呢 旁邊這邊叫 格庫線鐵路 南江線 整個環在一起牽手 世界第一條的環沙漠鐵路 兩年前通車 時間過得好快 我們這節目也已經兩年時間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 真的覺得很不可思議 因為在沙漠最怕的就是什麼 你鐵路不能蓋滴滴的 你這個半天 沙就淹過去了 還有在建造的時候呢 非常困苦的環境 所以他們使用了一個 這個叫做 裝配式橋墩技術 我在旁邊先裝 別的地方裝好 然後運過去 把它組合起來 叫做千里一條軌 然後有多麼的厲害呢 和若鐵路 光是這一段 這一段 你不要看這短短的 和若鐵路呢 它這個825公里 你知道嗎 現在有了各個高鐵 10個小時就讓你到 然後這個票價呢 如果你說最便宜的 硬做的票價 不超過100元人民幣 所以基本上花這麼多錢蓋 而且我覺得這條鐵路 絕對收不回成本 但是問題在哪裡 在經營新疆 現在我整個大陸看一個趨勢 往這邊推 你知道全中國大陸 最大的城市哪裡 成都 四川 那麼新疆自從氣候轉變以後 它連農產品都出來了 對 還有養殖業 還有這個農產品 而且新疆的地理位置 又是未來一帶一路 走向歐洲的一個中間站 所以你看它的重心 從西安 成都到新疆 它的開山技術 天山 南北路 天山都打穿 它的前盾機是五米直徑 不要挖別的 這個洞旋出來 就是五公尺直徑的一個洞 所以你看它的基礎建設 我慢慢感覺到 它把中國的經濟中心 可能往中部移 報告將軍 明年你剛剛說的 世界最長的公路隧道 應該中國最長的公路隧道 穿越天山 要通車了 要通車 它這個沙漠鐵路 一定是很多高架的 你知道那個沙丘 一天可以變成一兩米 兩三米高啊 那你這個 你蓋的平地的話 幾十公里都被沙埋掉了 所以這個工程當然比較大 就像它在貴州 開的高速公路一樣 你山多 水谷多 谷多 我蓋橋 蓋高架 所以諸国大陸 這個基建的魄力 很讓人佩服 就是說你這些窮困的 沒有開發的地區 國家拿錢 你像我剛剛講的周三 周三哪有多少人口啊 周三是個漁業為主的 蓋這條鐵路幹嘛 我要試驗我海底工程的能力 這個視通了 就是小建長講的 將來挖到台灣來了 對不對 他這個工作中間找經驗 經驗裡面找技術 技術裡面找什麼 成功的工算 就是這樣子啊 對 你不可能沒有在做防曬吧 抗老第一步就是防曬很重要 我知道很多人會說 可是擦起來黏黏的不舒服 那你一定要試試看 一針推薦的中天嚴選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365天給你最好的保護 50加讓你清爽不黏膩 吸收非常的快 一定要記得一針推薦 到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 輸入我們主播的推薦代碼 讓你有更多折扣優惠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